今天我們剛剛在下一個環節 可以悠閒的答題群 一起進入百變大調查 好 今天的考題 當然跟婚姻息息相關 沒有錯 如果再一次戀愛吧 這你一定很多啊 如果說再一次戀愛在婚姻裡面 你一定是大家的好君士 就是今天可能要麻煩大家 講一些 不是肺腑之炎的東西 還是要講 平常就是有在想嘛 這是我們跟網路溫度計配合的 那我們調查出來有前八名 名次越高分數就越高 每一組都有一次的機會 可以使用雙倍卡 好 我在想會不會那種 就是到外面開房間那種 沒有在講 一半 有一半是這個 然後另外一半是我會自己 就是常常買一些戰服的那一種 不是角色扮演嗎 角色扮演這一種 整個護士啊 制服啊 可是不好意思喔 只能答一個啊 你們剛剛講的兩個答案 你們要選一個 我們先選一個啦 COSPLAY是不是還是 COSPLAY嗎 你剛剛不是說 你要穿黑絲給他看嗎 對啊 你不是說你有時候會穿黑絲 我要給他看 就是因為有一次就是 我們寶寶在換尿布 然後他穿LALA褲 LALA褲脫掉 不知道從旁邊撕掉嘛 對 然後那時候 我先生就要幫那個小朋友換尿布 他說他撕開的時候說 哇塞 好像那個日本影片的情節 也就是撕開那個 絲襪 絲襪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機會來了 二寶 機會來了 我說那我今天穿絲襪 給你看好不好 他說 畢竟你穿絲襪 我只要想要看你 絲襪套頭 對 瞬間染 對 傻眼耶 傻眼 所以他想生二寶 The Keyword就是絲襪套頭 他看到你絲襪套頭 他就想生二寶 有機會喔 那我覺得是投其所 做一些改變 對啦 欸 你們講了八個答案喔 對方都在聽喔 那你想要哪一個 到底是哪一個 情趣的 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 情趣的角色扮演 那請問要用 Double Pa嗎 還是先試試看 先試試看 先試一下溫度 先看一下有沒有 越後面子是越難的 角色的扮演 請問這個答案有沒有 沒有 好 恭喜 第八名 保持親密主動 腳主抱嘛 請來也主抱嘛 你就是因為 你做角色扮演 代表我想要對那一件事情 去用心 而且去增進 我們兩個親密接觸的機會 像出門前抱抱 想要快回來這樣子 如果有需要 我待會兒錄影結束 這一套也會建議 好啦 這一套滿看人穿的 你不覺得嗎 對啦 是 沒錯 恭喜你們30分 對 30分 還好 Double Pa他有緩一下 對啊 還有緩一下 來 怎麼樣 我們有一種 每一趟出國都當蜜月 像是我 我們已經蜜月過了 對 太太覺得那不算蜜月 下一趟才算 所以就一直無限的 一直下一趟 一直蜜月 都是蜜月 但你們出去都一個月嗎 沒有 出去都七、八天、八、九天 有這麼久 對 他都會帶那種新娘白紗 就是自己準備 去拍美美的 回來會保鮮期 大概一個多禮拜有 就是會有儀式感 是 才一個多禮拜 很不錯 你不要花那麼大的力氣 才一個多禮拜 對啊 你們婚姻要三、五十年 這好像學長在教學弟 人家有心 你幹嘛 沒有 我跟你講 我經營得很 女生的狀態是 就是你男生 你只要每天做一點小事 你可能那個積分就會很多 你不用做到那麼大 那你做什麼事 你做什麼事 類似你每天講我愛你 這種這麼簡單的 就一個我愛你每天 沒有 哪天做你沒講到 就會被激恨 真的嗎 對 那天忘記講 我老婆絕對不會 這真的是 因為他老婆說 你沒求我愛你 我愛你 你沒求我愛你 我愛你 我先講一個禮拜的 我愛你 這叫做補償 所以你們答案是出去玩還是 出國旅遊 出國旅遊 對 你覺得出國旅遊 對 出國旅遊 每趟都當蜜月那麼愉快 Triple 蛤 等一下 你先等一下 我覺得他們應該沒有到Triple吧 講一個超過他的 不然你 不能講太多 因為對面都在 你可以講出去 譬如說出去玩就好 因為你出國萬一有國內其實也可以 也有 更加的 就是 出門旅遊 出去旅遊 帶出去玩 那請問有要用Triple卡嗎 Triple Triple 你先帶兩個 你先加上去 好了 要嗎 出門旅遊嘛 出門 他有用Triple卡喔 請問這個答案有沒有 就這一次 牽手去旅行 旅行 聽起來還講 你很厲害 聽起來沒有 真的 因為有時候你在國外 或在外面 人生地不守 你們兩個就是生命共同 要互相 對 這不大好 會更有依賴感 對啦 這不是大好就大壞 因為出去吵架也是會近一輩子的 但是如果出去 大部分都是有一個美好回憶 好 恭喜50分 大家寶貝也100分 還好我們相信 還沒開始 而且他們那個Triple 用的就是真的 用的巧 用的用 對 然後他也是聽我們的 真的 真的是耶 有啦 我們剛剛講了一個禮拜的我愛你 是是 那個我們不想用 不想用是不是 盡量在節目上不要有個人情緒 我也不想講 不要有個人情緒 什麼講到那個要換老公 請問你們的答案是 我覺得看韓劇 一起看劇 愛戀愛的 戀愛愛情的劇啊 而且那個淚之女王 金秀賢的 他從結婚開始演 結婚以後兩個感情變大 後來又混 又複合 剛好符合婚內試練 他們看了以後就會覺得 那我要跟愛惜另一半 是 就是有戀愛的氛圍 就會說他們要親了就很緊張 但平常老公可能看到你旁邊 又說走 太好臭 對 或是看 覺得他們很可憐 所以你們的答案是 看韓劇 一起追劇 一起追劇 這個答案有沒有 恭喜一起追劇 第二名 謝謝 一起追劇 真的不能排第二 怎麼了 我們每次看劇 我瘋狂問他說 剛剛在演什麼 剛剛在演什麼 他會翻臉 你不是一起看 對啊 你要表現你沒心啊 不是啊 我覺得那個不成立 對 他說得對 應該要排第十 我每次跟他看電影或什麼的 他都在看手機 他根本還有不成型的 這沒有復刻的 其實那個是 真的一起是 最好人在心也在 而且那是興趣 對啊 有趣的是 而且要找一個 兩個人都有興趣的 一部電影或一個劇 其實也不太好 這個真的會 而且兩個會 你其實兩個在一起 久而怕就是沒話講 可是一起追劇 開始有話題 對不對 人家問你說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演 也是想跟你有話題 你上次跟你老婆追劇是 追劇 因為我老婆她很喜歡器劇 就是她可能看第一集 她覺得沒什麼 她就不看了 器劇 那你都要把它看完 我沒有沒有 我想說不看最好 因為那個劇一看下來 都不用沒日沒夜 還不公平劇啊 五十幾集啊 而且有的時候 我記得我那時候陪我老婆 我老婆一定要看那個是 那個韓蘇熙 她要連小三的那一個 附近的世界 看的時候 你也不能表達任何的意見 因為聽心跳耶 你知道嗎 明明那個韓蘇熙出來 我看白白嫩嫩的 長得還不錯對不對 我老婆 你看這個就是長了個小聲一樣 那你在旁邊就要復合 對…你看 狐狸精…你看 你不能把心裡的話講出來 你知道嗎 你那時候不叫一起追劇 你那時候一同附和 對 附和就好了 他就是詮釋得很好嘛 然後他會說 你看這個老公就是賤 然後我想說 老公其實也還好啊 就是 但你都不能講出來 你知道嗎 真的嗎 渣男 渣男 渣到出資 對 對不對 恭喜這邊有四十分 四十分 好不好 七十分了 來 他也追上來了 我覺得要有那種情緒啦 對 就是有時候互虧一下啊 就像我們這樣 那不算是有點鬥嘴的 那麼虧 我不是吵架喔 我知道 對 考試來考試去這樣子 對 鬥嘴啊 左心 不會吧 不會左心 左心偶爾啦 偶爾有一次會 但是這個就會變成回憶 共同的回憶 就是講起來的時候會一起笑啊 或是一起 而且是往好笑的方向去 我不是說挑對方毛病 對 尿一下對方尿 對 尿一下 嘴炮來嘴炮去他應該 是 鬥嘴啦 對 鬥嘴算是 言語之間的情緒 對 就變歡喜原家 這個答案 我覺得這應該有 沒有 第三 第三 鬥嘴恭喜第六名 還有第六名 還不錯 就像小孩子這樣 打打那 對 還有打情罵俏的感覺 這不錯了 對啊 對不對 很多都不講話了 怎麼了嗎 沒有 我都有講話 表白心你媽要講出來 對 就一講話就錯了 滿有得了 接小孩啊 去洗碗啊 都不會在裡頭 整天都任務 對啊 對 恭喜你們二十分 二十分 一百二十分 一百二十分 我覺得很有信心 就是 夫妻一定要一起睡覺 就是你要同個作息 不會說 不能說什麼 什麼我今天很累 我先睡 或是老公比較晚回來 你要等門 所以我覺得夫妻要一起睡覺 不能分房 不能分房 對 不能分房 作息要同步 對 作息要同步 對 而且抱抱講講 對 起碼要有一餐一起吃 哪怕是宵夜也好 對啊 一起 對 一起睡覺 對 一起睡覺 一 一 一起睡覺 夫妻本來就是一起睡覺 對 不然跟鄰居一起睡嗎 也不太適合 作息一樣的作息 對不對 不然一個早出晚歸 一個晚出早歸 那這個都見不到面 其實也滿好的 一樣的作息 這個答案有沒有 恭喜第四名 恭喜 對嘛 你會在車上了嗎 上面有一些睡前交流 不是有一個網友 他說我睡覺的時候 我發現我老婆在旁邊 小小聲地說 我真的很愛妳 然後我當下其實很感動 我就覺得 那我真的要對她好一點 因為她真的很愛我 結果她朋友跟她說 沒有 她是趁妳睡早 我在傳語音訊息給別人 蛤 我愛妳 妳不要離開我 傻眼 所以妳要一起睡 對 確認她睡了你也睡 對 要一起睡一下 你在睡的時候 她在做什麼 你根本不知道 對不對 好 恭喜 20分 90分了 90分了 只差30分 來 哪一個 一定有 很有把握 去哥 你說 我覺得 我自己是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因為家裡小孩很多 對 然後常常忽略到老婆 我覺得要適時的把小孩放在一邊 就是把小孩帶到派出所 然後跟太太有一些親密的時光 在可能的情況之下 小孩他們自己在家裡 然後夫妻 單獨 單獨約會 因為小孩也大了嘛 行虛啊 小孩放在家裡 然後夫妻 但妳要不要去嘛 妳要不要去 等一下就去了 等一下就去了 可以如果這樣子 再去約會啦 綜合你剛剛的派出所 可以一起去派出所嗎 對 但是兩個人 派出所在幹嘛 就兩個人在派出所 在劇流所 單獨啦 兩個人 對 看電影啦 製造 看電影也吃大餐都好 單獨約會的時間 逛夜市也不錯 對 兩人世界 對 兩人世界 單獨的約會 是的 這個答案 有 沒有 正式的約會 不管在一起多久 你都要找一天 打扮自己出門約會 吃飯 天眼餐會 看電影 重溫一下 當時交往 約會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或是說 很重視對方 或是說看個午夜場 對啊 也可以啊 或者吃個飯啊 對啊 一起嘛 好 恭喜30分 現在150了喔 是 厲害了 150分 看不到我們的機會 我們爭取 然後那個40分 對 我們覺得就是 讓人家戀愛感 就是要很多的甜蜜 要稱讚對方 對 稱讚對方 好 懂得稱讚 對 懂得稱讚 來 要不要試著 然後講一些正面的話 來 來 試試看 稱讚一下屈哥 對 去吧 屈哥是我見過 最有才華 最帥的 講完大笑 什麼意思 那Timmy呢 我知道他愛聽什麼 那有點色 蛤 蛤 就跟體毛有關的意思 沒有啦 他喜歡聽到 就是 就是 說他很 很 很 Huge YES 很大香蕉 大香蕉 大香蕉 魚兔有嗎 魚兔的就是 有正經的時候吧 正經的時候 你說我對他講嗎 還是他對我 對啊 我對他講的話就是 我下輩子還是想嫁給你 真的嗎 假的 我超愛聽 這種 你過兩年再說吧 有啦 結婚了 給人家一點希望 給我們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所以您的答案是 稱讚對方 懂得稱讚對方 這個答案有沒有 恭喜第五名唱稱讚對方 OK 一天簡單的一句 你好棒喔 我好愛你 這些都可以 那我們這邊 這邊還要繼續打嗎 好 來 我覺得 剛剛那個 那個 跟老婆一起煮東西 我覺得可以增加 可以增加這個 類似你們一起討論 這個東西要怎麼煮 共同進行一個任務 對 共同進行一個任務 我覺得 一起煮飯 你要教我什麼的 他就會 開始就會慢慢的 跟你講怎麼做 就會看 對 情趣 晚上炒麵 再更晚一點就炒飯 好 情趣 你試試看這個 第二天就炒家 對 對 好甜喔 真的差你一點 你最甜 好甜喔 還沒結婚嗎 還沒啊 一起煮菜 對一起煮菜 做同一件事情 對 那這個答案 有沒有 恭喜第三名一起做的 對啊 超重要的 漂亮喔 弄得好 加常菜都變得人間美味 對啊 對不對 好 但最開心的是 他們40分加上去以後 現在有190分 好 我們的幸福美嬌娘是110分 所以這一個回合 顧家大丈夫獲勝 是